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了 韩国电影公司会翻拍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新闻 而剧中周杰伦主演的男主 将会由前一阵子刚退伍的EXO成员Dio饰演 但是在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却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听说《不能说的秘密》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我的兽女时代》 这四部电影应该可以说是 在韩国获得最多人气的台湾电影 其中周杰伦主演的《不能说的秘密》 竟然是以《Naver》电影9.16的高分 在韩国也被称为是传奇爱情电影 而EXO成员Dio也是以演技实力非常好的爱豆而出名 所以Dio加上《不能说的秘密》 马上就登上了热搜的思维 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 但是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却是5比5的非常对立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面的留言 Hurl Duff啊 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电影 作品本身就是名作 真的好期待 Dio应该会演得很好 电影特有的气氛跟《同庸所》相配 太期待了 都过了十年 也没有可以超越《不能说的秘密》的 以钢琴为题材的电影 《同庸所》能出演这个电影 真的感到很幸福 女主也很重要 台湾青春的那位女主 真的又漂亮又神秘的形象 希望能选好 目前女主还没有确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负面的留言 很好奇为什么要翻拍这个 这电影是因为台湾的那种气氛才成功的 为什么要翻拍以前的电影呢 原作太成功了会被比较的 周杰伦不是仇恨吗 为什么要翻拍他的电影 周杰伦是仇恨 那就不想看了 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但是根本就不知道周杰伦有仇恨 看了留言后才知道 我很喜欢《同庸所》 但是这个电影是不想看了 好遗憾 另外再给大家读两个留言 电影里根本就没有仇恨的内容 因为志愿的演员仇恨 就不能翻拍吗 周杰伦没有说过不喜欢韩国人 或者是骂过韩国 只是对于自己国家的文化有自豪性 而韩梁很有人气 才会说一些韩国人不爱听的话 真的没有说过嫌韩的内容 首先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 周杰伦在韩国的形象 大部分在韩国音乐圈的人 以及中文系的学生 或者是对华语圈文化有关心的人 都知道周杰伦在华语乐坛上的地位 也知道周杰伦并没有所谓的仇恨反韩 那部分韩国网友们 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之前周杰伦在中国大陆的颁奖节里说过 请大家支持华人的音乐 不仅仅是我的音乐 还有你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 不要让韩流越来越嚣张 华流才是最屌的 虽然Kandam Style蛮好笑 但华语歌曲更厉害 不要被韩流追上 所有艺人要联合起来 不要再Kandam Style了 也有一次在采访中 主持人问周杰伦 现在的韩流很厉害 有没有觉得很大压力 而周杰伦回复 华语的音乐人要团结 就是不能被超越 但是我觉得华语音乐 在我心中才是最强的 所以常常会有人误会 我再抵制韩流 我只是觉得华流比韩流强 然后也说了最欣赏 但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黑分 以及垃圾记者们 剪掉他们不需要的部分 直把比较能煽动的部分内容翻译成 周杰伦愁吵发言 Side七马五 我是B祖 Kandam Style没什么了不起 韩国音乐超越不了华语音乐 韩国人太嚣张了 不懂中文的韩国网友们 当然会被刺激性的字眼带风向 产生负面形象 这种操作我们在饭圈 也看过很多次了吧 哪个动图剪辑前后的内容 就说谁的谁的关系不好 或者是只把论坛里的 负面内容翻译过去 就说韩国网友都这么想 然后在前一阵子 周杰伦哄迪弗里斯的那件事情 也被一些人翻译过来说是 因为台湾Netflix偏爱韩剧 所以周杰伦生气了 周杰伦就是丑韩 能看懂中文 有点想法的人就能知道 周杰伦并不是想要 狙击韩国或者是韩国人 身为站在华语乐坛 最上层的艺人 为了华语音乐演艺圈发声 这是做错的吗 大家应该也知道 新闻也好 YouTube影片也好 不管在哪个国家 点击率一直都很好的 两个题材就是 第一 苦绷内容的影片 苦绷就是过度陶醉于一个国家 就是觉得那个国家是最棒的 像很多外国人 然后第二个就是 创作共同的敌人的内容 像周杰伦的例子一样 把一个人或者是国家 做成仇自己国家的内容 所以还是那句话 最起码每天每天 跟我见面的大家 我们要做个会思考的人 绝对不要一边倒的 相信网络上 不知道是谁发的贴文影片 什么什么国家的人都这样 什么什么国家的人 都不喜欢什么什么国家的人 这样的内容 去判断一个国家或是人 等你实际去那个国家的话 就能发现 网络上的世界 跟网络下的世界 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大家都可以变成好朋友的 所以提供出演 和我翻拍的不能说的秘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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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